今天要來開箱傳統式比基尼 這種兩截式的比基尼呢 要如何穿得有創意又不會被發現 就是它是怎麼一套比基尼 今天教你們三種鋪樣的綁法 讓你們的比基尼隨時都變成新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第一種 先把它拆開 第一種就這樣嘛 傳統式的嘛 兩截 好 OPA系的 來 再來第二個 第二種就這樣 第二種是在前面吧 然後呢可以拉緊 你們自己看 我拉緊之後的順子會很緊 有沒有 拿著往後 這個呢叫做鎖骨交叉版法 就是除了讓你的胸部看起來 胸部比較挺以外 鎖骨這邊也會有一點線條 就是顯得這件比基尼比較特別啊 然後有很多綁帶式的感覺 這是第二種 再來第三種呢 是直接綁在胸鞋 它就會有一點可愛 然後有一點性感的感覺 坐影落線 然後它就會變成平口式的比基尼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再來第三種呢 是這邊先打一個結 這裡唷 看好 然後呢 再把兩條松柱往後擺 一樣滿會脖子 然後它這邊就有一個鏤空的感覺 很像一個小項鍊 然後這邊呢就會有一個 三角形的 漂亮的一個胸型的區塊 就是顯得這樣很好看 而且別人也不會看出來 你每時候穿同一件比基尼 因為你一次跟下一次 你一定會得一段時間才可以開邊玩嘛 只是會覺得顏色很一樣 但是 可能覺得你包色不同款之類的 那就是我推薦給大家的四種美麗穿法唷 掰掰